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系您的身体健康 您有没有打疫苗 还没有 快了 已经登记了 还没轮得着 那你们登记疫苗 是中国大陆的疫苗 还是美国的疫苗 我用打的是 伏笔泰 就是德国的 Beyond 10 加中国上海复兴发行 这个也算是 中国的招牌吧 中国的面子 德国的离子吧 这个跟当年的 我一个认识的一个老人家 他把这个红七八叫车 开到天安门 接受毛泽东解约 几十年以后 他住到我家 我就问他 我说他是江泽民的同学吧 然后我说 你们当时怎么制造了这个汽车 他说我们只有能够外面的壳 是中国的壳 新还是穆斯科的新 很多人都是这个样子 是不是 中国和美国现在讲这个竞争了 我因为经常跟一些科学家呀 或者是学者去请教他们的问题 他们说中美之间真真真正的竞争 是基础科学的竞争 而基础科学是需要很长时间培养起来的 不是说你给了钱 马上就发展起来 而基础科学中美之间相差 非常遥远 中国现在都是大要进 改钱 改项目 找外面的人 你找一个人呢 以为就可以把一个工厂做起来 找一个人以为就可以把一个大学做起来 不是那么盈利的 你像山头大学 李嘉诚先生 够有钱的吧 对不对 那为什么山头大学 现在还没有成为一流大学啊 因为时间 对吧 光只是有钱不行 就等于中国培养这个足球队 不是这十几年来用钱扎出去 去把这些欧洲啊 国家的足球队啊 这个教练啊 把他请来嘛 是不是 但是你这个基层呢 缺乏真正的培养 和缺乏这个足球团队的精神 所以打来打去到今天呢 还不能够打到世界上去 是一样的 基础是特别要的 是 对 你像中国现在有了航空母舰 对吧 但是一个航空母舰 到一个战斗船 一个战斗船要到全世界 能够这个形成战斗力 那不是一个盈利的事情 对 你讲 这个当然了 这个航空母舰再加一个战斗群 然后再加一个全球活动的战斗群 他需要这个战斗群里头的这个协调 和后勤的资源 还有这个通讯 还有这个跟空军啊 这个配合 这个是个非常中和的 这个立体的工程 是吧 对 这有点像主题公园 你看美国为什么这个主题公园到 从这个华纳片长 到那个迪士尼园呢 都是他称雄呢 因为这个你看迪士尼乐园本身 他每一个游戏摊位 然后他整个迪士尼乐园的这个设计 什么地方搞吃的 什么地方玩的 什么时候买的 什么地方买纪念品的 他整个配套跟每一个零件 部件呢 都这个装置啊 都是经过一连串的计算 而且美国的这些工程越庞大 那里面的员工在不同的部门呢 他在一起工作起来啊 都有一种军事化的色彩 你去看看这个麦当劳这个厨房 然后再看看这些 美国的这个迪士尼乐园 他这些员工各司其职 各在其位 他那种团体的精神 毛泽东以前说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他这个是团结紧张严肃 坚而有之 那活泼呢 其实也有啊 这这个美国人他一起团结起来 干成一件事的时候啊 那个组织力 己律性 机动性 而且他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活泼啊 那种人性化啊 是他这个国家独有的 所以这个美国人搞大这个工程规模越大 越是他的强项 因为越要不同的部门呢 不同领域的人才啊 把他合在一起 所以他引以为傲的就是 他是全球精英的大熔炉 不管你是什么肤色 不管你什么主意 只要你加入到那个团队 你得有真的本事 然后这么一起互动 那个凝聚力 那个组织力 跟那个己律性 这是比中国超过了不知道多少倍 中国还有这个体制的问题 各自的人有自己的小算盘 开会的时候 面前一杯茶 那个抄笔记 抄得比别人 那谁都勤快 但是人人的心里头有一个小算盘 是不是 所以现在上面说要挖什么 要抓什么人呢 抓两面人 对不对 我都觉得很奇怪 这两面人在大陆非常的正常的 你真的要抓两面人 抓不完 9000万党员 可能要抓掉8500万 谁不是两面人 是不是 不是两面人活不下去吗 你在大陆 你是你不是两面人 你活不下去 你活得下去 是不是 但是美国人呢 你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 也是一种两面人 他跟你工作的时候非常的勤快 同一个办公室 在做好现在目前的这个工作的时候 那个团队配合非常的密切 但是做完以后 拜拜就拉倒 以后他可能半辈子跟你不见面 见了面以后也不会像以前那么热乎 这就是美国人那种 有正面积极意义的两面人的性格 这种两面人是良性的 不是恶性 说来说去现在要抓川普 要要起诉他几百几百几百条罪 这个也是美国国会政治的两面性格 是不是 不会把川普一棍子打死 我想 因为呢也会想到整个国体啊 整体的形象 如果把一个前总统 把他关进牢里攀个十年八载 那你美国变成像南韩 或者像这些拉丁美洲啊 这些国家 包括像你看这埃及啊 埃及啊 乌巴拉克 乌巴拉 莫布拉克这样啊 莫布拉克这样啊 你看这像什么话 他在这个关节眼上会想到 我们美国是西方民主文明国家集团的老大 这叫顾全大局 所以他关起门来斗你 川普都斗得再狠啊 他整个作为美国的 夸政党的还是有一点点的这个团队的精神 虽然这一次民主党跟共和党 川普这三者之间斗个你死我活 已经非常厉害 造成极大的分化 但是他整体的基本的这个团体的精神呢 顾全大局啊 这种呢 还在 所以他这种国会政治有若干的演戏的成分 哎呀美国的国会在老百姓的心目中间的形象啊 听说只有百分之十 我不能说最蠢的人在国会 但是国会表现了一个美国政治的很恶劣的一方面 但是你真正到美国去看 我不是反复在节目里面跟你讲吗 最聪明的人在大学 最聪明的人在私营公司 最聪明的人在华尔街 你要去硅谷去大学 你去华尔街看 那中国相差非常遥远 你要去看国会的内斗 你会觉得哎呦 美国怎么天天斗 那美国成的就是这样的 对不对 不是说今天才开始斗得很厉害 那当然了 川普上台以后增加了这个程度 那你至少现在半等 他就不讨论川普 你很少看到在常会上半等说 川普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没有的 没有怎么样 拜登上台 并没有发动一个全国全党 这个叫清除川普遗毒 这么一个群众运动 对 然后风声喝泪 再建立一个彭斯这个专案小组 对不对 然后这个针对这些什么蓬佩奥 然后又派一个工作组 到他这个家乡 跟他的那些亲戚 或者跟他的那些余孽 要清除这个蓬佩奥余孽 然后这个专案组 就由布林肯出任当这个小组的组长 然后佩洛西呢 然后佩洛西呢就出任这个川普审查工作小组的组长 然后这个组长开到这个佛罗里达州 这个棕榈滩 找到佛罗里达州的这个共和党的总部 然后这个州的警察 然后呢就半夜三更去敲川普的门 美国没有这样的恐怖的气氛 所以你在外面你就看了这个党真的咬来咬去 其实呢他虽然有很多阴谋 但是跟那些远东有三千年啊 法家文化两千多年 法家文化的历史相比啊 其实美国的这个政治啊 在庄啊 也看我看也是挺光明正大的 也是有个底线 有的是个线路 是不是 对 当然啦 偶尔的你就给这个肯尼迪也是吃了一箱 然后就报销了 然后这个也成了无头公案 不过这个看样子是下不为例的 是不是 那以他基本上还是有某种的这个游戏规则 是吗 对 好了我们现在回到一下中美关系啊 中美关系很奇怪啊 你说两国吧 按道理讲有正常的外交关系 对吧 然后两国的元首还可以通电话 但是总是需要啊 两国的这个外交领导人 搞一下所谓的命名会谈 上一次在这个川普政府时期 有所谓的夏威夷的啊 这个会谈 彭佩奥和这个啊 杨洁篪 而这一次加到了阵营 一个是这个王毅啊 一个是杨洁篪 这边是苏利文 这边是布林肯 而且呢 他们又选择到了阿拉斯加 您觉得 从地理位置上和这一次的会谈 您有什么样的日期和的评价 选择在阿拉斯加呢 阿拉斯加还是有点冰天雪地的样子 是不是 所以这一次不是说破冰之旅啊 什么这个那个了 我就请你到这个阿拉斯加 看看你怎么破冰 是不是 所以这个地点的选择也是反映了这个拜登政府啊 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承传了川普时代的一些对中国的一些强硬和提防 但是这个手段稍微灵活一点啊 就不在这个夏威亚改到这个阿拉斯加 是吧 而且我想啊 这个不能把这个会谈独立的啊来看 要看看之前之后发生些什么事啊 比方说这个布林肯可能跟这个国家安全事务部门 苏利文一起先访问这个日本啊 不他是苏利文不去 他是跟国防部长奥斯丁 奥斯丁啊一起去 那么也表示到日本对不对 日本和韩国 韩国 所以也对表示对这个东北亚这个利益啊 跟局势啊 是比这个对中国啊重建关系啊更关注 所以呢这个有这个先后环节啊 这个分别是吧 嗯 再加上现在我们看也没什么好谈的了 双方的底线呢 尤其是中国的底线已经亮出来了 啊 这种这个那个红线呢已经太多了 这个新疆问题就不容谈判 西藏啊什么台海啊 香港啊什么什么南中国海啊 什么这个那个 这个红线跟底线的话率越来越多 是不是 嗯 我想呢 这个红红线你这句话啊 我说到处都是红线呢 到处都是红线越来越多啊 这个我想这一次也是比一个提供一个当面让中方重申一次这个机会是吧 因为这种会议谈呢 呃 比起啊 啊 比起啊 呃这个 打电话啊 啊 是更关事 而且啊这个面对面的 有当面交流的机会 是不是 嗯 那么他们说在某一些啊事情方面算法还需要合足啊 比如说两国之间的民众啊什么时候恢复理由啊 比如说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啊 那么美国设置了很多的限制 但是中国留学生还要不要到美国来 美国到底是怎么看待中国留学生 比如说这个两国把领事馆给关掉了啊 有没有可能重新开放 比如说两国之间的记者啊 会不会这个恢复这个互相判处记者 那您觉得在一些具体事务上面 还有包括气候协议啊等等 有没有可能有一些共识的 可能部分有所松动 嗯 啊 但是整体像这个5G啊 这那个华为加入5G这个通讯网啊 跟这个 关税的问题 他基本是保持原样不动 嗯 啊 因为 最近这个中国对这个英国的态度啊 啊 或者是对这些 新闻啊 电视啊 这种地这个打压了 啊 这个呢 也是让这个 美国啊 触动了一点的神经 最重要的是在香港 这个所谓的议会选举办法 啊 啊 这个改革了什么 这些啊 你作为美国 这个作为西方阵营的老大 总是不好意思啊 一下子都对中国让步的 所以在这方面呢 我想啊 口惠而实不至 也摆个姿态 现在这个 这个基本上 冷淡 跟对抗 这个调子 还是会存在 嗯 但是你说台海会不会发生战争 啊 或者是东南中国海 啊 会不会有些军事冲突 那么这么样 这个布林肯啊 跟那些中国的外交官员 面对面谈一谈呢 啊 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好处的 嗯 那您觉得有没有可能 确定两国的元首啊 会谈呢 嗯 这个可能呢 嗯 嗯 在今年比较困难一些 嗯 因为现在目前这种气氛 你看这个日本呢 表着这个太 啊 嗯 而且现在这个疫情当前 啊 这个拜登现在这种精神状态等等 啊 比起过去两年他又老了很多 啊 他怎么样动身到中国或者是 对方的元首到 美国来 我看在一个可见的将来 不一定 美国不一定认为是个 是合适的 啊 这个气氛 是吧 对 再加上要是要 两国元首这种护法 事先要有很多摸底的会谈 啊 这些你要先让那些呢 我啊 我来交换啊 啊 至少要 双方的这些后备或者是 啊 啊 辅助的人员啊 啊 谈出一点的轮廓 这样访问才有成果 不然的话 自说自话啊 表达立场就让国务卿跟外长 这一集来谈好 是吧 嗯 明白 嗯 你们 manageable 没有 嗯 不行 人